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反业化衍生出的过度医疗问题给无数国民造成灾难的残酷现实 今天我要讲述的是福建省医院强行对我实施支架支路手术后 又甚被炸成福壮丰富的恐怖事件 2015年6月15日 我到福建省医院去看左腰背部疼 被检查为名 骗去住院 第二天在没有签手术同意书 甚至连口头都被告知的情况下 福建省医院强行在我的右肾支路一个无牌无阵的桑母之家 南远北则 当麻醉退去就立刻疼得我死去活来 第二天彩抄显示 右肾被炸成福壮风波 让福建省医院不仅隐瞒了这一人命光天的事件 也不对我实施抢救 而是将奄奄一席的我急查彩抄后 以船尾紧张为由强迫我出院 奇迹帮活下来后 我因疼痛难冷多次要求复查 均被复优 对此我感到异常纳闷的是 为什么我是看左腰背部疼 医院会在我的右肾支路一个支架呢 而做了支架手术后 不仅没有丝毫减轻左腰背部疼 反而增加了腹部疼痛 在一次体检中发现 我的右肾胃叹急 为此我要求调取自己的全套病例 但却遭到福建省医院的白帮阻挠 经过无数次的抗争 我仅拿到部分病案资料 但那份术后极查的彩抄报告 与最关键的病例记录至今下落不明 即便无始 我还是能够从这些残缺不全的 突突突改改的病例中看到这样一些令人毛骨 不属然的增向 我的血红蛋白从术前的136 一夜之间降到了68 我的血压也从术前的147 76 数降到96 事实上 也就是说 我全身血液竟然一半都从这个被炸成浮状 丰布的右肾动脉流入到了腹腔里 更为可怕的是 就在我随时随刻都因失血过多而休克死亡的几秒关头 福建省医院不是紧急施救 而是叫来财务人员 从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女儿威胁到 你再不交手术费 就让你的妈妈活活痛死 这句话顿时把我女儿吓哭了 她不知道妈妈好好的一个人为什么要动手术 更不知道去哪里筹集这么一大笔手术费 好在文讯赶来的社会各界人士纷纷献出爱心 很快筹集到这笔手术费 今天我麻烦感恩的心将这一次爱心 人士的名单列出来 他们是 严谈言封建复 环市之 江俱红 正连为张志红 张玉明 汤戏殿 张时针 邵写秦 陈欣柯 王志顺 环瞧瞧 曾荣华 卓玉增 陈寂健 王有亮 郑秋荣 福隆磊 尼诗伟 古芬 张慧香 林一强 望云 陈兴雄 陈一妹 林一妹 张藏林 明秀英 老秦 方美莲 蒋碧秀 李奎春 宋姐姐 廖俊 吴眠 陈炳炎 孙涛 张秀平 陈夏颖 吴林香 雷宗林 吴洪福 陈隆隆 小征 林平 陈玉燕 林赛英 熊凤莲 林汉张 游李磊 小郑 小郑夫妇 周立惠律师 林德 林歌 郑开明 魏英 明香光 林南英 刘宇 刘宇猜 刘宇猜 林爱德 林小英 林胡郎律师 刘 宵贤 张宏 吴宏 吴源 帝 软西勇 老范 叶春郎 李红花 林青森 林祥瑞 董 启新 环境 两百章 两百章 林秘 林秘 香港同胞 及 懦当 不愿留姓名的人士 此名单是家人和好友整理出来的 懦有遗漏或者不比请原谅 毫无疑问 以上爱心人士都是这场过渡医疗所衍生出的医疗事故的见证人 对此我由衷感恩你们的爱心奉献 如果没有你们的爱 我恐怕真的会活活痛死在福建省医院心血管外一颗 三十七区三十二号病船上 这一白衣魔鬼谋采害命场案发生后 随之而来的是更多更大的稀奇古怪的思魅网梁 一个接着一个的粉墨登场 在他们的正级业级大舞台上 尽情尽性地吹魔乱舞 演绎出一幕幕事无济荡地践踏法律 践踏人权的闹剧 我将在随后制作的视频中 向各位慢慢地一个一个地讲述出来 谢谢各位的收听收看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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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